你哪有这种事啊 不行 已经推不了钱 不是 老板我才来一分钟嘛 是否我肝都没想 你家有事又不是我的事是吧 还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不是老板 你非要我钓 我到我真的能把你钓破 我就不怕你这样 有本事你就钓吧 对不对 你多大本事你就钓吧 我不怕你钓 老板 不是 嗯 我为了刚来 我把我的钓匪转给他 接着钓给你行 你是个能耍的 老板这样也行 去那边摸你啥事 对啊这样 那你钓鱼了吗 是 今天拿钱也不让你钓 你拿钱 好好好老板 那这样 就是你非要我钓了 有本事你就钓嘛 我也不怕你钓 好 那老板 那我们先说好啊 因为我在外面钓鱼 经常碰到那种不讲诚信的老板 你不会是这种人吧 你说这是质疑我的人品啊 不是 不是质疑你的人品老板 那个你是讲诚信的了 我就想跟你确定一点 基本上讲诚信 诚信这一块没问题 基本上讲诚信 你放心 行行行 老板那我去钓了 那你说的啊 不能反悔啊 老师你就钓 你别人给我来这 有本事你就钓吧 好 老板你给我等着 走 这个老板气死我了 本来今天我好心啊 想放过他一马 他非要我钓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啊 看我今天怎么给他钓哭 来来来来 老板咧这里什么鱼都有 我们就开一包狂飞大混雅 好 搞里头 像天气这么闷的 这个秘密配方肯定少不了 来 再来上3D 我的秘密配方 夺胃炒 快速刺激这个鱼开口啊 让这个鱼多吃两碗饭 今天咧 现主啊 我就用个5加3 走你 不下去 杆子咧 为了快速飞鱼 我们就用个4米5的 汉里一号 6H的 来 既然是大幅 我们就 浮票也到位 我们就抽 来 抽 哎 我告诉你了 这里还有一个规矩 如果钓不到 一毛钱都不退给你 你都不要再说 退钱那回事了 好吧 老板你神怕 我再跟你说 退钱的事啊 是吧 好 老板 那我也先说好 我我这个人也是有规矩的 就是万一有时候运气好吗 你也知道哈 是吧 运气好的时候 他钓多了 你也不要跟我讲 不让钓了的那回事啊 不你啊 我看你口气不小啊 你钓完了 先试试吧 行 那我钓了啊 这个老板啊 有意思 他生怕我找他退钱 哎 大伙是谁退谁钱 还不一定嘞 来 来 继续啊 看一下能不能跑 终于走你 下去 好 现在我们就注意浮飘 抽了这么多干了啊 窝子里应该拿鱼了 来 我们注意看 刚刚啊 那个位置 是他抽了几时干的 有泡 但是呢 那个一口咬的很磨叽啊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好位置 我们在这个位置试一下啊 来来来 这个位置试一下 好 再来 走你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个位置 肯定是个好位置 不信你们等着看 注意注意 一飘有动作了 哎呀呀 下去了 看到没有 哎 换了位置就来 海鱼 微微地 定住 来 直接炒 这个太高了 不好飞呀 来炒 哎 好 看第一条开章鱼 给我搞一个大鲤鱼 这个北方的朋友 可能喜欢吃大鱼 多一点 但南方的朋友 不怎么喜欢吃鲤鱼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过没关系 既然来了开章鱼 说明就好办了啊 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 来来来 给他下户第一条 完美 现在鲤鱼来了 看接下来还能钓到什么鱼 来继续 这个钓鱼啊 选位置真的很重要 我刚刚在那个草坪那里 抽了几十干 虽然有炮 但是呢 他就不咬咬的很磨叽 这不是我钓鱼的风格 来来来 老板还没来啊 赶紧喷两下 哎 再继续 不出意外啊 我接下来就是打连杆的节奏了 跟捡芝麻一样 来 我们现在直接站着 这样更快 来注意看啊 哎 哎呀呀呀 哎呀呀 又来 微微的 我天啊 哎你看到没有我上打连杆了吗 来 喂 你瞧 我给我去 看看 又搞一条理 哎 这个老板我都跟他说了 我今天不想钓 不想钓啊 他非要 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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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啊 啊啊 什么情况 啊我这麦个风都掉了 那给他嚼着就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跑掉了 不过没关系 既然发窝了 他肯定是一群一群来的 我们把他团伙打掉就可以了 来继续 走你还是扔到那个有口的位置啊 不下去 来注意看飘 哎 注意注意 哎又有鱼在吃了 哎还没有吃进去 哎吃吃吃吃吃吃吃 啊 不要 什么呀 我去 这啥呀 这什么呀 又是个鲤鱼啊 不是鲤鱼啊 我看看 第二条鱼 给我来了一个这么丑的鱼 这个鱼是不是没什么似的 这个鱼比较 像我爷爷奶奶 他们比较喜欢吃 这个地方 很多种叫法 有些叫菜尾 有些叫大年鱼 有些叫什么回鱼 但是这个鱼来了也好 我这个做火锅好吃 来来下去 嗯 漂亮 来继续 现在啊 不得了了 大年干了 我们再终于声音小一点 我明明这个老外干的哦 不然他都把我赶走就不好了 不是托倒了 阿批掉肺老师 他要把我赶出去了 来来来 继续 走你 被我下去 好漂亮 哎呦你看 就在此呐来飞飞地 我这个好像有点大 我这个跑的好多 这啥呀 来飞 瞧 他宝宝被我叼上来了 而且让他爸爸来找他了 看 这条比那条要大一点 老板才收我100块钱 就一天 哎你不要看现在天坏黑了 叼到这个大半夜 我都不肯走 别让他不退我钱的 来来来 下去 我就说吧 这个鲜干了 就跟剪芝麻一样的轻松 来继续 看能不能把他爷爷奶奶 叼上来啊 走你 别我下去 嗯 车要飞了 不要掉了 我要回家吃饭了 好 老板 没关系 你去吃你的饭呗 你不害怕吗 在这 我不害怕呀 我不是说好的 100块钱 丢一天吗 这一天不就是 呃 24个小时吗 是吧 我还丢一个小时 我我我舍不得走 你觉得旅行这么好 老板你你你吃你的饭啊 不用管我 我不饿 我知道你担心我饿 我一点都不饿 啊 你去吃 你去吃 你别笑 哎 又吃了 我咋 喂喂 你 喂呀 咋 呵呵呵呵和 早吃 嘗 咋 老板 咋 咋 猫 bay 又吃了 来 喂喂的飞啊 我去 又搞一条 这个是那个 别钓了美女别钓了 天都飞了 你的饭都看不见了 哦 不老板你你不去吃饭 你老管我干什么呀 说我时间没到啊 你说了一钓一天的呀 也差不多行了啊美女 别再钓了 我们养个鱼也不容易 就是一家老小就 就是靠这点生计来 哦 差不多就行了 这次就算了就放过我吧 下一次来喽 我热情招待 一天就让你免费在这钓 可以吧 哦 下次 下次吧下次 老板就算我今天不钓了 估计你下次也不会欢迎我了哟 你这天都趁便 你没看看 哈哈 还行行行 老板老板那哈哈 我不钓了 反正也就一百块钱钓费啊 我钓了这么一大户都快打不下了 那老板我今天就格局打开 我就放过你 下次来你不能再对我这么凶了啊 好 那下次我再过来 你要你要欢迎我的 好好好 啊 没问题没问题 好行 那老板我就把鱼拉走了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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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